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期望在香港基督教裡 有一人一票選出代表 參與特首選舉 我覺得這個期望是不可能的 坦白說背後代表對香港基督教界的無知 因為香港的基督徒大概有三十到四十萬人 屬於一千四百多個堂會 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派 有些宗派比較大 有些規模比較少 不要忘記我們還有大量的基督教機構 和基督教的社福團體和學校 行蓋面就很闊 包括信徒和基督教的從業員 我想最少都三四十萬人 事實上香港的基督徒 對於一人一票選這個代表 那個興趣是很淡薄的 上一屆大概有一萬七千人參與投票 我覺得最多能夠去到二三萬人 就差不多是盡的 原因就有兩方面 第一就是普遍的信徒 是不覺得這個選代表是他們作為信徒的一個責任 或者說他們也完全沒有一個興趣去選這個代表 第二就是香港基督教沒有一個由上而下的有效的機制去執行這個選舉 因為任何一個機制出現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還有很多其他的團體 包括我們自己的教會 還有那些基督教的機構 是不會有一個的認受性是很少的 他們不覺得這個機構能夠代表到是教會 所以如果能夠有二三萬人來選 就已經是求之不得 希望一人一票三十幾萬人一起選 或者起碼有二十個percent 五六萬人 這個機會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 這個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如果我們看回這次所謂協進會的風波 我個人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誤會 事實上我們上屆的選舉 其實只有一萬七千多人投票 而協進會當時是籌辦這個選舉的時間 他們希望盡量有多些代表性 但選了出來 就發現其實那個票源 和那個投票的分佈率 其實是相當的奇怪 因為有很多位過去 其實一直是對於基督教的事務 不是很大參與社會知名度 也都不高的人出來選 因為個別自己的教會 是大量的票的支持 導致那個票員的分佈 就不是一個很尋常的情況 我個人覺得協進會 希望是糾正這個情況 他又知道普遍的信徒和教會 是沒有興趣 他們可能是建議 所以不如讓不同的中派自行選舉 或者透過某個方法 衍生出來的代表 希望那個代表性更強 但結果因為這樣的緣故 還帶來很大的誤會 認為他們是倒退 因為事實上 要基督教界內部 一人一票 其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 也都是代表一種 比較無知和膚淺的想法 所以協進會 是用其他的方法 希望這個方法 帶來的代表性更強 可以說是用心良苦 當然表面上 從一人一票 所謂一人一票 至到一個推舉 或者教內不同中派自行選 表面來看是一個倒退 但實際上 他們可能衍生出來的效果 是比上屆那個不尋常的一個結果 代表性更加強一點 這裏我個人覺得 其實對協進會 都是一個挺大的誤會 好 好 好 那 好